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一些人认为有同志取向的人 能够通过同性恋转换疗法 Gay Conversion Therapy 来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 但这经常都是悲剧收场 今天为大家点评一部 关于同性恋转换疗法的剧情片 被抹去的男孩 Boy Erased 以下电影画面由Focus Features提供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Jaron I want you to do well I want you to have a great life I love you But we cannot see a way that you can live under this roof If you're gonna fundamentally go against the grain of our beliefs Jaron Tell me the truth That's all I think about men I don't know why I'm so sorry 2004年 Jaron Got you away but The version of the терiction I want you to be able to go into the near future sheep and forme Okay 人内的动态也令他忍无可忍 最终要母亲把他带走 Jarrett最后能否让自己和身边所爱的人接受自己 饰演深陷内心挣扎少年的Lucas Agus 近年来有不少不俗 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 首次担任主角有充分发挥的机会 在这部影片中更加以静态的演出取胜 而导演更是眼而优则导的Joel Edgerton 是他导演的第二部作品 手法成熟 而在他选题材方面 也刻意选择和之前初女作 The Gift的惊悚片片种不同 不仅是因为我那些框架 但我非常联系 这一切的家庭故事 导演Joel Edgerton认为想拍一部给人们有正面积极感觉的影片 他在读作者写的传记时 被题材和这家庭的经历吸引 更了解到这类荒谬治疗中心的存在 令他感到不安 而因此认为这应该是他要拍的影片 电影根据真人事迹改编 性取向并非人们所选 已经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而直至今天 全美国还有超过七万人 被送到自称是治疗中心的地方接受治疗 当中也有不少人 因为看不到美好前景而轻生 这类中心的存在 凸显了许多人的无知 和更多人面对的危险 这部影片也更加剧重要的社会意义 被磨去的男孩 在目前政治环境中 凸显有必要让更多人了解 和自己不同的人 对周遭事态的观点和感受 满分五分钟的四分半 不该错过 对周遭事态的观点和感受